怎样念佛才得到三昧 功夫成品就是三昧 三昧 这个高下浅身 差别很多 就是功夫成品 也有三昧九昧 我们一般凡人 得这个念佛三昧 是很可能得到的 至于说到四义性不乱 那是念佛的高等的三昧 礼仪性不乱 最高的念佛三昧 我们一般人在一生当中 未必能够得到 因为四义性不乱 尽死烦恼断了 礼仪性不乱 破一平无名 正义分发生 所以身到极乐世界 是身十报庄严图 四义性 身方便又余图 功夫成片的 这是最低的 身凡胜通俱图 你要问 怎样才能够得到 大十字菩萨 跟我们讲的方法 非常之好 他老人家教我们 都摄六根 尽念相继 这是念佛根本的开始 都摄六根 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收心 我们凡夫 这个六根 往外面六尘境上跑 也喜欢看 而喜欢听 都被烦恼 习气 所转 菩萨教给我们 我们把六根收回来 也不去看外面经验 专看阿弥陀佛 而也不去听外头音声 专听佛号 这样收回来 一心专注 这样就能容易成就在内 他讲的 禁念相极 禁念 不夹杂 就是禁念 念佛还夹杂着疑惑 夹杂着妄想 禁念就不能成就 相极是相续不断 实际上呢 就明了行菩萨讲的这三句 就是 大十字菩萨所说的 他把他画 换一个说法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不怀疑 不夹杂 就是禁念 不间断 就是相极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菩萨教给我们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句佛 达得念头死 虚如发生火 要把妄想杂念 断掉 这些东西是生死根本 绝对不是好东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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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